为何苹果产品在看不到的地方反而做得更好 乔布斯回想起了父亲深深植入他脑中的一刻 老乔布斯说 把柜子和栅栏的背面制作好也十分重要 尽管这些地方人们是看不到的 他喜欢追求完美 即使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会很关心